大家好 我是五仔 恭喜發財 祝大家新葬力見 跟大家說說新年娛樂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新年很多人都要賺錢 看到星夢三小花 我近來見到嚴明熙多事 和成龍唱了一首歌 青春早生孔太陽 很棒啊 不得了 嚴明熙真的唱得不錯 是真心的 成龍也唱得不差 我們經常都說他這件事 不要那件事 他兒子房曉明也說他父親很喜歡唱歌 很努力唱歌 嚴明熙北京春晚包成一種 笑死人嗎 只是突出眼睛 樣子很奇怪 另外說三小花 因為姚長飛接下來要讀書 會不會突出個位置捧一下鍾油尾 鍾油尾現在又性感又什麼 是自摸跳舞 那些人說他很厲害 飛龍哥也看好他 這三個來說可能他最喜歡看 那我看看他們的近況現在搞成怎樣 交給飛龍哥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又想說一下 Aftercast的幾位成員 今年有沒有著落呢 可不可以在樂壇更進一步呢 但因為之前全國的嚴明熙會回去廣州讀書 上天又會去新西蘭 搞到Aftercast變成一定要散 那是不是真的會散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之下 你無以為計 因為當年陳慧嫻也是這樣 走一走去讀書之後 成績都差了很多 樂壇成績差了很多 今天就想分析一下 先說一下嚴明熙 其實嚴明熙有幾樣東西先天條件非常之好 第一呢 有這麼大的後台支持他 還有呢 我看到呢 每個禮拜都起碼都有兩三單的新聞 一直都保持著人氣不停的 今天聖像是有夠年輕的 又真的唱得好 所以呢 我一直都好看起嚴明熙前途無可限量的 大家知道嚴明熙去年參加了中藝節目 內地的中藝節目 聲聲不息在內地爆紅 而人氣一直都保持著這麼厲害 現在踏入肚年了 可不可以繼續苦年氣勢保持下去呢 原來還有啊 因為近來嚴明熙做什麼呢 雖然說他去廣州讀書 但不但講完廣州讀書之後 人氣沒有跌 更多了些事情去做 近來去了哪裏呢 就去了央視春晚啊 其實呢 嚴棄了十七歲啊 只有十七歲的年齡 就可以去到央視春晚啊 那真是 雖然升價十倍啊 講真的 我香港呢 我最近呢 經常去大家樂吃飯呢 我天天呢 都聽到 他在播他那首大家樂的歌 這首歌變成 是僅次於YOU之後 另一首歌 每天在腦上 不停播啊 我副歌我都會唱啊 借金歌 令人懷念啊 哈哈哈哈 嚴明熙呢 微博呢 就上載了他的近照啊 他什麼近照呢 就是2023年呢 他春晚錄影之前呢 就是在街上走的時候 那些相片啊 有人在北京就真的很冷了 我看到他真的包到整隻種 那樣啊 他的乳寒衣物呢 真的從頭包到下腳啊 就是長羽絨啦 拉帽啦 長褲啦 戴上口罩 僅僅只是露了一隻眼出來啊 我也知道 但是要不要這麼厚啊 我以前在加拿大呢 穿一些漁航衣物呢 都沒有穿那麼厚啊 厚到呢 好像 還誇張過太空人 登陸月球漫步的那件太空衣 不過另一個角度看 覺得是挺搞笑的 挺有趣的啊 那些網民呢 還在留言呢 我真的被笑死了啊 你怎麼天天能讓我的負能量 都被你打走啊 接著有網民又在問他啊 你這個是不是火星最潮的造型啊 Gigi真的有福人啊 Gigi福人說什麼呢 哈哈哈哈 最新時裝周造型啊 亦有網民問Gigi 是不是回頭率超高呢 Gigi竟然回覆說沒有人 沒人啊 這代的藝人就懂得做啦 很多時候呢 有些人氣呢 就Pose完些東西 你是要福人的啊 連星爺這麼厲害啊 升上神桌啊 Pose IG都經常福人啊 Gigi真的做得對 好了 那網上的報紙 在問Gigi呢 那時候參觀星星不適之後的感想呢 有沒有覺得自己紅了很多啊 會升價十倍啊 因為無論呢 參加完之後 無論人氣啊 工作量都好像 都多了很多啊 雙贏啊 Gigi回覆說 只是說呢 很榮幸啊 其實心態都是去拿經驗而已 沒有想過跟前輩可以認識得到啊 開始時一見 都好像很緊張到啊 其實呢 Gigi說他只是Solo過兩次 是嗎 Solo過兩次這麼少啊 其他都是合唱多些啊 但是很開心啊 獲得這個機會 好了 在問他啊 Gigi呢 經常去錄影節目呢 會不會覺得有什麼失去啊 失去跟朋友相處的時間 但同時呢 獲得跟家人的時間 真是很奇妙啊 即是去錄影的時候 有人家人陪著他一起錄影啊 尤其是有人去內地去父母 因為父母在內地嘛 那他去內地的時候 更加可以陪他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問啊 那些人呢 之前在那裏做完聲聲不息之後 會不會內地多了很多工作啊 他說沒有數過啊 都有一些商演的 不過如果計算一下 那個量度 可能是香港多些啊 那始終香港是基地 或者他還有很多時候 Stay在香港啦 不過不要緊要 這些慢慢累積呢 先在香港打穩 然後才慢慢回內地 賺錢都未遲啊 這次問啊 Gigi呢 會不會做人欠王 會不會壓力很大呢 Gigi就說 反而這個是動力來的 以前比較擔心啦 不會跟那些粉絲溝通啦 我覺得那些粉絲都很友善的 經常在台上 很歡呼他啊 還有給他很多鼓勵他啊 其實我覺得Gigi開始找到一個平衡點 怎樣跟那些粉絲溝通的 雖然你說有些東西 好像最初說他不會溝通啦 但反而營造了一個風格啊 真的 覺得挺有趣啊 這樣的方法去跟人溝通的 那我問我Gigi一套 有什麼大計呢 Gigi又說 不排除會紅冠開鬧啊 因為演唱會可以和大家見多點面的 還可以唱到自己歌啊 但首先的準備呢 就是要踏上舞台前 要做很多東西啊 例如是體能啦 以及歌曲上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都是 數量不夠多啊 體能都要增強很多啊 否則還沒做好準備呢 好像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和金錢啊 這句話有一點點 講著MIRROR好像不夠準備啊 他們 那是啊 MIRROR是一個版來的 有些東西要做好準備才能上台 是不是不夠歌呢 其實之前現在的歌曲數量 只是勉強是一隻EP 在我以前來看呢 起碼紅館都會出了兩張大碟 但現在其實可以簡化一點點 我看到MC也是 出了一張EP碟 六首歌EP碟 跟著有三首歌的 和洪家豪合唱三首歌 一隻小碟還是EP碟 另外再出了一隻九首歌的大碟 已經可以上紅館了 這樣算法 其實Gigi又有些 有些AFTER CLASS的歌 他自己SOLO的歌 只要今年做到一張大碟就可以了 還有要做一些為演唱會而設 搞氣氛的歌曲才行 但是Gigi勝在一件事 就是 他就算唱一些舊歌 只是跟他重新再編曲包裝過 他也可以吸到觀眾耳目一聲的感覺 去年Gigi賺了很多錢 其實已經給了姑媽一筆錢 真是孝順 令他繼續趕一點自己買樓大計 因為問到他跟置業的距離 是不是已經賣去一個大埔 他說買樓其實是家人教的 因為可以拿著 所謂拿著什麼 我想儲好首期 以前小學那時儲存慢慢都可以 他說可以買到幾大 問他那時 100萬呎 是不是打錯了 怎麼會100萬呎 100呎 還是100萬的屋 總之他就說三房兩廳 買了一層樓已經很厲害 嘩現在有三房兩廳 房子都不錯 很大 現在還有兩廳這件事 但我覺得Gigi已經差不多 距離坐到首期很近 另外就是有關Aftercast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姚翠飛終於在農曆新年之後 去新西蘭升學了 那Aftercast是不會因為這樣而結束呢 他們的答覆是什麼呢 中留美而已 中留美就是這樣回答 他說 Aftercast是不會散的 雖然說不會散 但近日Gigi又不在香港 Windy又經常有工作在身 始終Aftercast是經常不齊人的 但上廷就有說過 他說 一放假他就會回來香港 因為他知道他的歌迷很掛念他 上廷就說 他也有看粉絲的留言和卡 很多個粉絲很明白他的決定 雖然有些會覺得他這個時下走 好像不是那麼好的 但大部分人都是支持他的 只知道他是去讀書學習 最感動的是有人說 會支持他任何的決定 知道上廷一定會做得最好的 上廷都答應了到時候 去到新西蘭都會拍多些Forg 分享多地的生活近況 盡量可以拍就盡量去拍 不要緊 你看到唐寧去了新西蘭都拍了很多片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唐寧去了新西蘭之後 好像跟觀眾更近了 因為他專注可以拍多些網片給大家看 Yumi和Shantan即將來到香港 都覺得很捨不得 Yumi就這樣說 始終Aftercast四個都好像是唐翅頭一樣 不齊人覺得是少了些東西 不過相信Aftercast是不會散的 不用擔心的 而聽Yumi和Shantan說 原來Windy也有意回去內地讀音樂學院 搞一搞就剩下Yumi一個人在香港 Yumi就這樣說 他們去讀書是要學獨立的 他自己也要 不過現在科技發達了 就算不在他身邊 他們也可以用Facetime去聯絡 近來媒體經常傳說 上廳去新西蘭升學會不會好似 陳惠涵最紅的時候 去了美國讀書的情況相似 然後氣勢減弱了很多 上廳自己也在笑笑口 都聽過爸爸這樣說 不過他覺得時代轉變 現在網絡世界更加方便 他不擔心因為去了外國 人們會遺忘了他 提到Gigi也希望在紅歌開了 上廳也說會視乎這個目標 但他不會這麼快定一個限期 因為Gigi也說想今年開 上廳也說沒有這麼快定一個限期 自知的能力還會好學習 除了會學好彈琴和唱歌之外 他也跟了老師學編曲 去到新西蘭的時候 有人會繼續遙距進修 很厲害學編曲 其實Mirror和Ian也有做這些創作方面 我看到他有些歌曲 甚至自己也有參與編曲 上廳也說如果自己有份參與創作 在自己的歌曲 他覺得這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他更加希望可以藉著自己的作品 分成一些自己開心的與不開心 還有包辦曲詞 希望可以以英文為主 英文為主 打International的市場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香港的歌 所謂的粵語歌 其實也隨時唱了一半英文 而Yumi覺得自己距離紅鼓舞台 還有很多汗水和時間 還未準備好 他又指近年新人配唱 要先自己增值自己 表現最近也有重拾鋼琴、結他 Saxifu樂器 希望到時候可以有很多用場 現在這麼厲害 每個人都想做全自彈自唱 創作歌手 說真的我想說 現在的科技很厲害 現在很多時候 用AI又可以畫畫 可以寫文 其實AI也可以編曲 我沒有一定是作曲 才可以自己作曲 在我作完這首歌之後 用AI的軟件 其實是可以做到少少編曲 但雖然我暫時覺得 用AI弄音樂 還未算很厲害 但很快便可以 因為電腦學得很快 我叫他現在寫文 畫圖畫也可以 用AI 最近的教授已經說 現在的大學生 如果用AI寫文 的話 教授辨別不到 這篇文其實是學生寫 還是AI寫 所以現在的科技已經發展到這樣 說實話 Windy如果又回內地讀書 上廷去了新西拿 Gigi很多時候都要去廣州讀書 變成很大機會 After Class這四名成選 今年TVB又可能滿力捧Yumi Yumi是熟久的 去年發展順利的她 來年有貴隱相在 令財運時也發展更順暢 新肖算命也是這樣說 因為她更想留頭才得月 她在香港當然發展得順利 去年也獲得新人獎 但去年捧Yumi 我覺得還未夠力 全年只有兩首歌 兩首歌不夠捧人 起碼都要一年跟Yumi做四首主打歌 最少四首主打歌 這樣才夠力捧上去 甚至幫她出一隻EP碟也可以 其實我很看好Yumi 因為我看她唱歌 跳舞越來越成熟 跟她打扮越來越好 所以她有機會成為新一代年輕歌手 還要跳舞 她現在還要學習樂器 她還要學習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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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不行 她都不夠你鬥 而且她這麼年輕 現在也是16歲 大棒光景16歲已經懂得這麼多東西 怎麼鬥 希望大台來這一年 放多點主意 捧Yumi 去年開兩首歌 我都很喜歡聽 真的可以 不是開玩笑 不是拆鞋 是真心說話 大台除了要捧好她們幾個之外 其實都要搞好自己的頒獎禮 如果你有一個代表到樂壇的頒獎禮 你捧自己的人再試判功倍 其實現在超級她們搞得不錯 某程度上不用靠外力 最搞笑的是原本TVB是有十大勁歌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超有代表性 以前我們經常都為最受歡迎男女歌手 很緊張 現在搞了香港金曲之後 現在好像有點兩頭不當 還要說港台自己要搞十大金曲 那TVB是否應該都要自己搞十大金曲呢 還是繼續香港金曲獎呢 但我香港金曲獎真的不夠代表性 這些真的要想一想 好 遲些再有什麼新的娛樂新聞 還跟大家分享 好 今集是這樣 拜拜